大家好,我是零三仔積塵,很高興見到大家 在開始今集的狼之先,先賣賣自家廣告 上一集是中國閱讀器《新聞特輯》 為大家介紹了文石和掌月同日發布的五部新型號 不妨去看看它們的特色 如果你想輕鬆了解Ying世界的精選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定期收看Ying Weekly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去繼續製作影片的話 歡迎是Buy Me A Coffee 或者透過YouTube的Super Fest去贊助我 我真誠地感謝你,好,去片 第一則是免費電子書資源的介紹 澳門公用圖書館近期推出了一系列珍貴的古籍電子書 透過數碼化技術,讓公眾能夠更便利地 接觸到這些重要的文化遺產 既便於保存古籍,亦都方便學者和公眾 可以去研究和閱讀 該批電子書包含了河東藏書樓 所藏的16套重要古籍 包括清乾隆版的香山縣字和共計 是654冊的文獻 這些文獻總計是超過35000個電子影像 其中以雍方剛轉四副提要稿最為珍貴 這個稿件是四副傳書和四副傳書總目編讚的原始紀錄 對於研究中國古代文獻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學術價值 而圖書館同時也收藏了 例如是太平瑜覽等等珍貴的名鈔本和其他重要的文獻 這些都是學術研究當中不可或缺的之餘 太平瑜覽總共有1000卷,是保存得極為完整的古籍來的 分成100冊展出,其中包含了近代著名作者 妙傳孫的教育,更添他的學術價值 現在大眾足不出戶就能夠可以再加細讀 而出版至今已經過8年的天路歷程 曉仓奮道,指名天路等等 都是適年來華的宣教士,全教用的翻譯作品 都是用廣東話寫成,甚句趣味 而由以書庭藏書樓提供的 就是利馬鬥中國摘記的第一卷 即是年代相當久遠的拉丁籍古文 是刊印於1639年 本身是一本非常就真的小書來的 長期存放於展貴,異常珍稀 電子班的出現就能夠讓人可以隨時瀏覽 實在功德無量 這些電子書的推出是澳門公共圖書館 致力於文化保存和傳播的一部分 亦都是支持教育和研究的重要舉措 通過將這些古籍數碼化 澳門公共圖書館不僅保護了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 亦都使得更加多人能夠無障礙地獲取和可以學習這些資源 值得欣賞 這一次澳門公共圖書館其實真的很有誠意 因為古籍的書量大,亦都是真正的真品 素描的質素大部分亦都相當不錯 甚至另外一些意外的是,他們的翻頁動畫 製作得挺流暢,有加深思下去 我用TAP Ultra C Pro去開瀏覽器去看 所以效果是相當不錯 除了有學術、歷史價值的古本之外 其實有些上世紀的教科書亦都是非常非常有趣 期待他們會有下一回電子版館藏的分享 我也樂見這些古籍奇書能夠詮釋 讓到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夠讀得到 所以你知道之後,都請順道分享 讓到多些人去知這件事 第二則是e-ing新聞 原太科技在剛過去的Touch Taiwan 2024的展覽當中 展示了他們最新的電子紙技術 以及一系列的新產品 這些展品亦都吸引了不少業界的關注 讓我去帶大家迅速了解一下重點 展會當中的其中一個主要產品 就是ing in motion電子紙顯示器 這是一款變於移動 而且能夠展示動態圖像 和訊息的設備 具有高對比度和廣闊的可視角度的特性 讓到成為零售業當中 吸引顧客注意的有效工具 ing in motion的一大特點就是 它能夠依據客戶的需求 去定制產品的尺寸和設計 並且能夠在無外接電源的情況之下 運作長大一列 適合需要簡潔展示空間的零售環境 此外原太科技是首次展出了 是由e-inspectra 6彩色電子紙拼接而成 88吋的大型電子紙顯示器 這款顯示器是以厲害的色彩表現 以及極窄2mm邊框的設計 提供了一種新的高端零售和展示解決的方案 能夠精確展示例如布料、皮甲、礦石等等 材質的質感 特別一提,官方發布的影片當中 所展示的不是剛剛最新發布的 e-inspectra 6PLUS的技術 現在展會上 原太科技還公布了和有達光電的策略合作 在這次的合作當中 原太科技就會負責提供這個全彩電子紙模組 而有達就會負責軟硬體的整合 以及提供關鍵的TFT背板零組件 共同推動智慧零售等多元應用領域的發展 這一款新型的顯示器正正採用了 剛剛我介紹的e-inspectra 6彩色電子紙技術 具有高色彩飽和度和極低的能耗特點 透過與有達光電的整合軟硬體平台結合 使得連鎖零售箱 能夠通過一個統一的雲端平台 全面去管理店裏面 包括LCD、LED、電子紙貨架標籤 以及大型彩色電子紙顯示器 在內的各種消費者面向的POP行銷設施 而我在過去也報導了多少次的 e-inspectra 7可變式電子紙技術 今次元泰科技在姐妹當中 就和操家事務所合作 用了這一種的電子紙 是製作了一個仿大你石紋的電子紙顯示場面 呈現了符合咖啡店的文青質感 而動態的畫面就可依照各個時段的需求 去更新顯示 而對閱讀器愛好者來說 我想最關注的應該就是展規裏面的另一項發佈 E-N Gallery 3全彩閱讀器 E-N電子書閱讀器部門資深處長劉大京 就和傳媒表示 在今年的下半年 市場上就會有機會出現 採用E-N Gallery 3技術的閱讀器 提供會比Caleido 3面板更加豐富的色彩 不過其實原太科技在一年前亦曾經預期在2023年 會有很多家的廠商會推出Gallery 3全彩閱讀器 但最後就只有Big V採用了 推出了8吋的Gali 而市場的反應亦都不是很理想 究竟今年這個彩色技術會不會迎來突破呢 又會不會是有其他廠商採用和正式推出市場呢 我會為大家繼續留意和報導的 我整理了過去兩星期 關於原太科技在這個展覽當中發佈的新技術消息 當中所呈現的一個訊息就是 原太科技的發展佈局 聚焦在商用市場上是越來越紮實 廣告面板亦都是越做越大 應用層面亦都預期會越來越廣泛 感覺距離步向這個普及又近一步 而不是單單一個很昂貴的展示 不過要說到真正的普及 我想起碼要等到你在台灣 隨意走入其他一家的咖啡店 然後來展示價錢和特色推介的 都是要用到依應面板 我想才算 這一天何時會來到呢 而我人在英國這一邊 我想短期內都不用想會有這個情況的出現 看回閱讀器那一邊 這一屆的展覽就沒有甚麼驚喜 除了是展出了眾廠商近期推出的型號之外 重新展示依應Gallery3 其實是讓我有些意外 因為看回原體科技有關代表的話語 其實在Gallery3技術和去年同樣參數的情況之下 鑑於是Bikmigali的實機刷新的情況 真是未如理想 下半年若果真的有廠商 再次挑戰推出Gallery3的彩機 除了成本是會比卡拉圖3高一折之外 結果我暫時仍然不是好看好 我常常期待自己是會跌眼鏡的 究竟下半年會不會有驚喜呢? 嗯? 好,今集E-Ink Weekly就內容暫顧一段落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請記得讚好我這段影片 這樣就會讓到有更多人有機會看到我這段影片 如果你想定期了解E-Ink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和香港文石是有長期的合作 如果你人在香港想購買文石產品的話 可以透過我的專屬連結去進入網站 結帳的時候會自動有九五折的優惠 如果你或者你的親友是人在英國 想購買電子閱讀器或者相關配件的話 可以去我經營的網店E-Reader Pro那裏去逛一逛 文石和iPad的Dewoo類子網 現在很齊備的,什麽型號都大致上都有 而上回開箱的Gobel C1手機指環 亦都已經在我店那裏有售黑色白色都有 記得留意它有加價優惠的 所有有關資料我都會在Description裏列出的 感謝你的觀看,今天的浪就到這裏了 我是積塵,下期E-Eng Weekly見,拜拜